各位法師 各位基士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起来研讨大致论第33卷 请翻开讲义947页 首先 《波尔经》说 复制舍利佛 菩萨摩萨 如果想要到达有违法的彼岸 还有无违法的彼岸的话 那么应当要学《波尔波罗密》 所谓彼岸 彼岸这里的意思就是 与有违法进到其边 或者是无违法到它的尽头 那什么是彼岸呢 主要就是以大智慧 如果是有违法的话 那么对有违法的总相 还有别相 种种都能够完全明了 所以什么叫遇到有违法的彼岸呢 就是有大智慧能够透彻地了解 一切有违法的总相跟别相 那无违法的彼岸是什么呢 所谓违法就是圣者 见到以上 从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乃至菩萨 甚至到佛 这些圣者他们体证诸法实相 这是无违法 甚至到佛这样的境界都能够了知 这个叫无违法彼岸 那有违法的法相 还有无违法的法相 亦如先说 这个在大智慧三十一卷 提到有违空 无违空的时候 就有提到什么是有违 比如说五运 十二处 十八戒 这都是有违 无违他并不是离开有违法而有 他当下能够了解到运处界 都是信空 当下就是无违 并不是离开有违而另外有一个无违 接着经要提 菩萨摩萨想要知道三世 过去世 未来世跟现代世 这三世的诸法如 诸法的法相 还有无声记者 当学波罗密 我们在三十二卷有提到 如 法相 十纪 我们请看角注第二 上一卷 就是卷三十二 有提到 菩萨摩萨 欲知一切诸法 如 法性 十纪 当学波罗密 这个如有的翻成真如 就是法的本相 法性 如果我们卷三十二的如 法性十纪 配合现在三十三卷的如 这两个是一样的 法性是配合法相 十纪就配合无声纪 在字面上有一点点的不同 那么要知道三世诸法如 法相无声记的话 应当要学波罗密 外人就提出一个问题 之前就是卷三十二 刚刚已经提到 如 法性 十纪 法性跟法相 或者说十纪跟无声纪 这个名词不同 或许因为名词不同 你在解说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之前已经提到如 现在又提到如 你为什么还要再重说呢 好 论词回答 上面所说的 就是卷三十二所说的如 只是讲诸法如 不过现在所说的如 是指三世皆如 特别提到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么之前三十二卷那边是略说 这个地方要广说 上说一 这边说三 之前只有说一切法 这边有说三世 底下就解释 什么是如 法相跟无声纪 好 第一说 所谓法相 这里所说的法相 跟之前所说的法性 是一样的 那无声纪就是之前所说的十纪 那如 这边提到三世的如 过去法的如 即是过去的法相 那未来现在的如也是一样 即是未来现在的法相 这是第一说 第二说 如 三世如相 非一 非意 说过去法的如 就是未来现在法的如 那么现在的法 现在法的如 就是过去未来法的如 未来法的如 即是过去现在法的如 为什么呢 这如相 真如 它不一不一 再来如有分成世间的如 跟初世间的如 假如是世间如的话 三世是个别的 假如初世间如的话 三世是统一的 如之前有说到二种如 有世间如跟初世间如 譬如我们看角柱第三 见三十二 提到如有两种 一个是各个相 一个是实相 各个相的如 还有实相的如 各个相就代表差别 地有坚硬的相 那水有实的相 这是诸法 各自有相 这是各个相 这个是如 那实相的话 就是各个相中 你求它的实体不可得 所以不管是地水火风 它都是空 这个实相 都是同样是空的 无实体的 所以这个地方一样来谈 世间的如 就三世各个有差别 那如果是初世间的如 那三世是统一的 接着法相 法相是什么呢 明诸法业所作立因缘果报 我们请看角柱第四 在《法华经》有提到 实如是 提到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 本末就近 有提到这个 那大致人这里所说的 业所作立因缘果报 跟《法华经》有密切的关联 这里所说的法相 指的这些 如火是热性 是热相 水是施相 像这样诸法中 分别因缘果报各个别相 如四处非处历中说 四处非处历 这是佛实历里面的第一个历 佛实历 我们在诸二十四已经提到佛的实历 那这第一历 四处非处的意思是说 他一定能够知道 从什么样的因缘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果 如是因 如是果 如果什么样的因 得到另外一种不同的果 那没有这个道理 这个叫非处 从这个因一定会推到那个果 那叫有道理 这个叫四处 佛对这种因果 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佛具有实历里面的第一历 叫做四处非处历中说 就是对因果非常透彻的了知 这个是世间的法相 接着无生计 这种种的法相 推求 我们不断的推求到他的穷就 到他的底端 入无生法中 更无过者 这名为无生计 我们之前有提到计 就是一个尽头 或者是一个顶点 实际 就是究竟的真实 既有这种究竟 到尽头 那个意思 那这里无生计 就是推求诸法 到无生法 没有再超过了 这个就称为无生计 外人提出一个问题 说如法相 可分别有三事 但是无生计 认为未来法是还没生 应该是无生 那为什么说过去现在 三世也是无生计呢 他们就举阿比坦的说法 说生法跟无生法 生法是过去已生 现在灭的 或者现在正有 这个叫生法 无生法 在阿比坦认为 未来是还没生 另外无违法 那是不生不灭 它是不生 那么 照阿比坦的讲法 过去跟现在 应该是有生法 你为什么说 预定过去 所以现在有无生计呢 会有无生呢 论主回答 说三世一相 其无生相 如先种种破生法 一切法 一切法皆无生 一切法皆无生 外人执着 这个法 是无因而有 即使是有因 他就是说 自生 或者他生 或者共生 站在中观的立场 一切法都是因缘生 而且对这个缘 也不会执着 它是实有 从这个意义来说 一切法皆无生 所以就有不把这个生 也看成是不相应形法 其中一个实有的法 但是 中观或者是 般若隆书菩萨 认为 这个法都是信空 也不应该有一个实在的 不相应形的生法 不应该执着 有一个实在的生 所以一切法 都是无生 并不是仅仅 未来法无生而已 一切法都是无生 不是只有未来法不生 如一时亿 终已破三世 一时亿 这个在经典的开头 如是我闻一时 佛在哪里哪里 那个地方 前面 卷一的时候 已经有解说过了 三世一向 所谓无相 如是者无生相 所以并不是 如外人所说的 未来跟无一法 才是无生 即使过去 现在 也不应该执着 有一个实在的生 那针对无为法 底下说 无生名为涅槃 涅槃是不生不灭 涅槃者幕后究竟 不复更生 他不会再有生 而一切法 即使涅槃 这个涅槃无为 他并不是离开有为而有 不是离开有为法而有 当下了解 有为法 信空 当下就是涅槃 所以一切法 即使涅槃 以事故 佛说一切法 皆是无生计 接着我们看 《波尔经》下一段 菩萨摩萨 他想要在一切二圣之前 就是说 他的各方面 行为 种种 是希望比二圣 二圣人 更为超简 更为殊胜 那么应该要学 《波尔波罗密》 另外 如果想要服侍诸佛 要侍奉诸佛 想要做诸佛的内眷属 那也应当要学 《波尔波罗密》 《波尔波罗密》 再来 想要得大眷属 想要得菩萨眷属 这个都要写 《波尔波罗密》 还有 想要得到 《静报大师》 那也应当写 《波尔波罗密》 下面的论 我分成五个大点 五段来谈 第一个 解释菩萨想要在二圣前 第二段 在下一页讲义 菩萨想要服侍诸佛 想要当诸佛的内眷属 那应当要学《波尔波罗密》 再来第三 想要得大眷属 再来第四 想要得菩萨眷属 第五 想要得到《静报大师》 这五段 其实在一一的几个 这里是《波尔经》的经文 好 那我们首先谈 欲在二圣前 外人首先就提出一个问题 菩萨 菩萨的结位有钱有身 有的初发心的菩萨 有的得无声发展的菩萨 有的一声补助的菩萨 那外人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菩萨 他还没有断尽烦恼 还没得漏进 那你怎么可能 在漏进圣人之前呢 好 因为菩萨 因为菩萨当然也得 流霍润身 希望在世间 长久度化众生 所以并没有那么快的断尽烦恼 那外人就针对这个问题 你烦恼还没断尽 那你怎么会在漏进了圣人之前呢 好 论主回答 菩萨 菩萨当他初发心的时候 他要适度一切众生 光这个发心就很伟大 他已经在一切众生之前了 除了发愿 已经很伟大在众生之前 何况他又多生累劫 这样来修六度万行 那更在二生之前了 这样的菩萨 功德智慧大部 事事长大 而且他也利益二圣人 好 再来 众生知道菩萨恩的缘故 所以推崇敬重菩萨 那菩萨 因为长久在世间度化众生 那不只是人 我们在本僧坛里面 也有提到本僧故事 也有提到我们释迦菩萨 曾经做过路王或猴王等等 底下就是举 举一些例子 乃至畜生中 他也受到尊重 譬如菩萨过去 曾经做过路 奇色如今 奇角奇宝 那他带领着路群 有五百路都追随着他 那如果是生在人中 生在人中有时候遇到好的事 世间 有时候处在二世 如果处在好事的话 他做转能圣王 以仁德的十善道 来统领四周 如果是二世的话 经常做大王 不过也能够护持佛法利众生 不过也能够护持佛法利众生 就是度化众生的大师 能够帮助 产阳佛法 如果没有佛出事 那就做外道大师 行事无量 二圣他虽然有无漏 不过比较着重在自己的解脱 利益众生的事比较少 下面一个辟欲 辟乳一生的疏 虽然很精美 不如像大海水那么多的弱 疏跟弱比起来 在经典上经常会有一个比喻 就比较从浅到深 或从粗到细 那是什么呢 先乳 有乳来体炼成弱 从弱体炼成为生疏 然后再有熟疏 最后才是醍醐 醍醐是最精美的 那自己的疏当然比弱更精 但是它的量很少 只有一生 那弱虽然是比较粗 不过它很多 有大海水 那这个来比喻什么呢 一生的疏虽精 才比喻二生的五肉知慧 五肉是像疏那样的精 但是二生利益人很少 只有一生而已 那弱呢 就是菩萨的有肉 有肉的知慧 菩萨的种种福德 那它利益众生很广 如大海水 菩萨发大心 所以说菩萨虽然有肉智慧 就像这个洛 那洛它如果说在 整个提炼出来的话 那可以做成很多 很多的书 极其成熟 利益五量 再来 罗汉必知佛 世事供养 诸道之趣 多有菩萨得 世事供养 就是衣备 饮食 床卧具 还有医药 这几个 多有菩萨得 下面举手嫩严经 这是手嫩严三昧经 里面提到 文殊菩萨 曾经七十二亿 做壁之佛 来度化壁之佛根性的人 让他们成道 这个如果看回原文就比较清楚 就是说 文殊菩萨那时候 曾经在好几世 看到佛密度的没有佛法 那这些众生 他没有佛法的滋润 但是他又不喜欢听法 所以文殊菩萨他很善巧的 就视线为壁之佛 显神通等等的 那么这些众生 他们也比较向往着壁之佛根性的人 所以看到壁之佛 视线的壁之佛 他们就给他供养等等的 那以视线神通来度化他们 令他们成道 所以说 菩萨在身闻壁之佛之前 再来菩萨发愿 想要当诸佛的侍者 或者是给佛差遣 来服侍佛 这里有提到 释迦牟尼佛还没出家的时候 有车逆 车逆是为释迦太子驾车的那一位 那另外 幽陀爷 他也是本来侍奉释迦太子 非常如释迦太子的信义 另外 那另外 那另外 菩萨也跟耶稣陀罗 这两位是 是释迦太子 还没出家之前的两位夫人 这是内眷属 那佛出家以后 在成道之前 有五位 这是后来所谓的吴比丘 他们在释迦菩萨六年苦行的时候 他们服侍释迦菩萨 那么得到以后 底下举了几个人名 明喜、罗陀、阿难、密基利斯等 四名内眷属 前面几位有的经常帮着佛 佛拿波 拿着波 佛的波是四天王所送的十波 很重 所以这些事者 当事者要帮佛拿波 也是理解要很大的 那么另外还有大眷属 大眷属 比如大阿罗汉 还有一生补出菩萨 像瑟利佛或穆建年 摩尔迦瑟等等圣人 还有弥勒菩萨 文殊菩萨等 这不退转的意 或者是一生补出菩萨 这是大眷属 那佛有两种身 一个是法性身身 一个是随世间身 随世间身的眷属 如之前所说的佛的事者等等 那法性身身也有无量无数 发生起一生补出菩萨 当事从 如不可思议解脱经说 佛刚要生下来的时候 有八万世间的一生补出菩萨 在前面引导 他从多帅天 不是要降生人间吗 有这么多的一生补出菩萨 在前面引导 那世间菩萨跟在后面 而出 随后而出 毕如阴云冗月 像云冗造的月亮一样 又如法华经说 从地涌出菩萨等 这个都是内眷属 还有大眷属 接着解释 欲得菩萨眷属 有的佛 他教化 佛的世间 所度化的 有的存为 纯粹都是菩萨 存以菩萨为眷属 有的佛 存以身文为眷属 有的佛 有菩萨也有身文 两个奸杂在一起 那这里提到发愿 欲得菩萨为眷属者 当雪破了普罗密 眷属有三有上 中 下 下的是纯粹都是声文 中的是有声文有菩萨 交杂在一起 上的话是纯粹都是菩萨 再来敬报大师 想要得敬报大师 应当雪破了普罗密 有人言说菩萨多极福德 虽然说他修很多的福德 可是他因为还没有除烦恼 受人信师会能敬报 说菩萨还没有断除烦恼 怎么能敬报师父 下面回答 菩萨行般若不若密 能够观诸法皆空不可得 那一切法都空不可得 那何况烦恼还不空吗 那当然也空 行般若可以破除忠狼的执着 断忠狼的烦恼 菩萨入法性中故 不正真迹 事故能敬报师父 菩萨他能够体悟到诸法实相 不正真迹 真迹就实迹 那实迹最究竟的真实 如果以二圣来说 他是认为逆盘是他最究竟的目标 但是如果以菩萨来讲 无上菩提 才是他最究竟的目标 所以菩萨 他虽然透彻体悟到诸法实相 他提悟逆盘 可是不及得住逆盘 还有更高的目标 无上菩提 向这个目标来努力 还有度化众生 所以能够敬报师福 再来菩萨的清净 布施的福 为什么那么广大呢 底下解释他的原因 菩萨的功德广大 从发心以来 甚至想要带一一众生受一切苦 想要以一切功德 与一切众生分享 就把苦给乐 之后都是先为众生着想 之后才自己求佛道 但事事不可得顾 而自成佛度一切众生 虽然说菩萨发愿 想要代替众生受苦 但是苦也有很多种 苦 有世间的苦 比如说有吃饭的 你没有吃饭会苦 还有轮回的苦 菩萨要代终生受苦 这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因缘 如果说你要轮回 他让你得解释 菩萨替你去轮回吗 事实上事实不可得 菩萨它是发愿 它是有这个心 它是发愿的 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只是明智 不是真实的 另外它可以解决众生的一部分的苦 比如说菩萨修福德 它有这个福德感觉的 衣食的种种过报 可以利益众生 去解决一部分众生的身心的苦 或者说菩萨它了解经教 深入经上很有智慧 可以为众生开导 去除种种的执着 这部分它可以解决一部分众生的苦 但是轮回之苦 这个还是要自己来 菩萨发心想要把一切的功德 可以众生分享 如其他地方所说 那只是果报 只是福德的果报 而福德本身是善法体 不可能给众生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 菩萨发心想要度一些众生 给众生乐 带众生受苦 可是事实上愿是很大 但是还是要何无缘起 所以说事事不可得故 那菩萨的慈悲啊 智慧福德圆满还是会成佛 成佛又还是一样度众生 佑菩萨致愿 不以阿生其为居 虽然说菩萨发愿 也得说菩萨要三大阿生其节修行 但是即使是三大阿生其节修行 也得经典 像布尔经讲 它是无量阿生其节 那菩萨他发心 他不会说 我只剩下一节 我就要成活了 我剩下几节 他不会以这个多少多少节 作为一个有限量的发心 这意思就是说 菩萨的发心 甚至无穷尽 不会说到这里我就不再发心了 不会这样 所以说不以阿生其为居 就是不做有限量的发心 如世间及如 这个教柱的教刊 它并不是世间及如 它是如世间如 即法性实际虚空等九柱 一般来说世间是层出坏空 它不会久柱 或许这个地方从主的观点来看 世间如 世间如 还有法性 实际虚空 这是九柱 那菩萨 虽然说他在世间 心柱世间 利益众生 菩萨发愿 长久在世间 相当的久柱世间 无有穷尽 所以菩萨发愿这么样的广大 没有穷尽 这样的菩萨 如果你说他不能够 敬报师福的话 那么还有谁能够 必尽清净 意思就是说 菩萨发愿 不以阿生其 有限量 的发心 他这么样的久远 那这样的话 都不能够 敬报师福的话 还有谁能够 敬报师福呢 好 下面再举一个 批语来对比 譬如 像父母亲 疼爱小孩子 那父母亲 他还有烦恼 因为 凡夫嘛 没有把贪嗔痴 脖子 全部断尽 对不对 所以还有烦恼 不过 这样的父母亲 虽然还有烦恼 他利益小孩子 是一辈子 如果说这小孩子敢念父母的恩德 小孩子供养父母可以得福报 父母他这样的一生一世照顾小孩子 当然也是劳苦功高 那么菩萨 菩萨在对比 世俗的父母 菩萨没有烦恼 那么他利益众生 菩萨把所有的一切众生 看成是自己的小孩子 那样的慈爱他们 而且不只是一生一世 他无边 无边事 来利益众生 那当然 有敬报师福 再来 菩萨 如果说他只有悲心 来利益众生 无般人 尚且都能够利益众生 何况这菩萨 不但有悲心 他又有般人的智慧 那当然福得更多 更清净 好 不然问 如果菩萨没有烦恼 那他怎么到世间 来受生 度化众生呢 论主回答 菩萨要来世间度化众生 也有两种生 一个是结业生生 就正得无生法人之前 他用烦恼 来感得生死的肉身 来度化众生 另外一个 得无生法人 他已经把所有的烦恼 都断尽了 不过可以用习气 还有他的大辈的本愿 感得法性生生 可以处处变化 来度化众生 庄严世界 这样的功德也因缘故 虽然还没得佛能够敬报师福 好 下一段 复制是立佛 菩萨谋萨 如果不起 千心 千心就是吝啬的心 舍不得不失 这个对应不失 破戒心 对应失落 慈戒 卸戒心 对应精进 乱心 对应斩定 痴心 对应 般若 菩萨 如果不起 千叹的心 不起破戒心 称慧心 卸戒心 散乱心 痴心 那应当要学 佛罗 伯萨 这六种心恶故 能葬毙 六菩萨 喃 这些千心 运色的心 破戒心 等等 会 遮蔽 六菩萨 喃 底下分别解说 如果菩萨他在修布施的时候 万一吝啬的心一起来的时候 那就会让布施不清静 那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 他一有吝啬的心的时候 他就不能以好的东西 拿出来布施 他快坏掉了 或是已经不用了 他再拿出来 那如果说即使给你好东西 给你一点点就好了 不能多给 那有牵着心 他只能给身外置物 不能做内财的布施 即使能够做内财的布施 但是不能够全部给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都是因为有牵心的缘故 所以我们从这一面反省一下 即使牵心 牵 吝啬 这还是有很多程度的差别 我们一般会觉得 我已经在布施了 没有牵心 事实上好的东西自己留着 还是有 外财可以布施 内财舍不得 菩萨行波惹波惹蜜 知道一切法无我我所 一切法都是空 如梦如幻 用身 头眼骨髓来布施 就好像石草木一样 但不会特别历袭 这样的菩萨虽然还没得到 想要藏不起 这样牵心 那应当要学波罗波惹蜜 如果没有波罗波惹蜜 观空 观这个悟空 身空 或者心 那种空 不容易达到 不容易破除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